男子被拉出来时 激动拥抱救难人员 印度喜马拉雅山区北部隧道 这个月12号发生坦塌事故 困住40亿名工人 睽違17天终于有工人 呼吸到外头的空气 真的好不容易 因为工人受困的地点太深 让工程人员必须挖掘 有一条60公尺深的救援通道 只是山区低温加上地势脆弱复杂 让救援饱受挫折 最后靠着挖鼠洞采光技法 由矿工接力徒手清除障碍 然后在外祈祷的家属迎来好消息 41名工人最终全数获救 当局说健康状况良好 还将发给美人约新台币 3.7万的奖金 印度总理莫迪也推文赞扬 救援非常成功 感谢受困工人的勇敢 当局也针对隧道坍塌原因 展开调查 TVBS新闻最后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